第一部,焦急的罗曼史 如果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那么俗气,那你可能是甜食爱好者,从一开始,焦急的罗曼史就会给你所有的感觉。 女主角李游美宋之恩是生性拘谨,厌恶浪漫通常不与男人交往,但在一次酒醉后他与车阵剧成虚,是发生了一夜情。 偶然间两人在公司里,以本部长和营养师的身份再度相逢,原本的一夜情缘,又有了延续发展的机会。 焦急的罗曼史是一部低俗又不缺乏浪漫的韩剧,你可以在任何想要减压的时候观看。 第二部,他的私生活 美术馆策展人成格美普米英,是有一个秘密,他私底下是一个追星宅女。 他非常喜欢流行偶像车时安正地缘,是20年以来一直是爱豆的宅女名媚。 但他的工作禁止他追求偶像,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身份。 当媒体捏造他和车时安约会的谣言时,他的老板,美术馆的新任馆长莱恩戈尔德金采玉,是介入并同意假装约会他,挽救了他的身份。 但当界线开始模糊时,区分真假就很有挑战性了。 他的私生活是一部浪漫喜剧,有浮夸的俗气场景和肉麻的对话,包括莱恩在阳台上假装亲吻得美,然而这对情侣的化学反应压倒了一切。 第三部,灰姑妙与四骑士,一名梦想成为兽医的女高中生殷鹤院普苏丹,是因机缘巧合认识了甘城集团会长,从而以兼职生身份住进豪宅,运会长三名性格不同的孙子,及一名警卫员展开了戏剧性同居生活的故事。 剧中,朴素丹饰演为大学学费奔走的高中生殷下院,将作为豪宅中的红一点发光发热。 灰姑妙与四骑士,讲述的是,富人和贫穷女孩的爱情故事,剧情老套,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庸俗的韩剧之一。 第四部,女神降临,该剧讲述了拥有外貌自卑情节,通过化妆变成女神的周精,与怀着不为人知的伤痛的修豪相遇后分享彼此的秘密,渐渐成长恢复自尊心的爱情喜剧。 浪漫、俗气又老套的马利苏韩剧女神降临,会让你体验到尴尬的同时,又不是轻松和可爱。 第五部,大力女子斗凤顺,这是最有趣的三角恋爱之一,斗凤顺普宝英是非常喜欢他坚韧,脾气暴躁的童年朋友英国斗金蜘蛛,是,但在一开始,英国斗并没有接受他的爱意。 另一方面,游戏公司CEO阿米和普九直,是却爱上了斗凤顺,但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,斗凤顺拥有谁都超越不了的怪力,被他打了至少需要62周才能痊愈。 这部剧以幻想,喜剧和动作结合为特色,虽然夸张成分很多但不显尴尬,会让你笑得喘不过气来。 第二季将于2023年上映,喜欢这类型的韩剧不容错过。 第六部,触及真心。 《无语书流人纳》是在卷入与富家子弟的丑闻后,她的演艺生涯出现了问题,随着她的人气和对未来的希望逐渐下降,她必须在时间耗尽之前东山再起。 为了得到可能挽救她的明星生涯的节目,她不得不在全正路李东旭,视下作为私人秘书工作六个月,她将如何应对这个傲慢又冷漠的全正路呢? 触及真心是一部,有着高质量内容的低俗喜剧,它会让你开怀大笑,同时也让你感动。 如果你喜欢李东旭和刘仁娜在荧幕上谈恋爱,那本剧是最好的选择。 第七部,金秘书为何那样? 金美苏普米英是一直担任李英俊普旭郡市的秘书超过九年,所以当她决定辞职时,李英俊很震惊。 她突然意识到,没有她,她的职业和个人生活都是不完整的。 为了说服她留下来,李英俊将意识到,她对她的感情是多么强烈,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他们都不记得的童年的秘密。 这部韩剧讲述了男女主角的甜蜜爱情等,令人捧腹的意识。 金秘书为何那样?高度还原了原作漫画,男女主角颜值在线,值得一看。 第八部,社内相亲 平凡少女身与飞机试证,是是个小透明,虽然就知名企,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穷人。 为了还清家人开店欠下的贷款,在富二代闺蜜的怂恿下,打扮成性感方浪的女人,替闺蜜搞砸家里安排的相亲。 可是使尽浑身解数,不仅没能吓跑相亲对象,反而聊到了自己公司的总裁,现在还被这个浑身发光的男人逼着结婚。 社内相亲中一些最好的场景包括,传和申与飞与江泰武家人的晚餐。 这部根据同名网络漫画改编的社内相亲,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俗气浪漫喜剧。 第九部,所以我和黑粉结婚了 这部剧改编自韩国漫画所以,我和安提范结婚了,讲述的是从相霸老姚生意变为,大明星的后剧崔泰俊,是,和变成他官方黑粉的杂志社女记者李景云崔秀英, 是之间的爱情故事。 当谈到俗气,这部既可爱又幽默的韩剧是当仁不让的,包括剧里出现的抗议和电视拍摄桥段, 所以我和黑粉结婚了的剧情非常老土,但又显得很真实。 第十部,继承者们 继承者们讲述了一个富男穷女的爱情, 惊叹黎明岗是爱上了他的女仆的女儿车恩上朴信慧式的故事。 当他们第一次在美国见面时,他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, 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让他着迷,当他们再次在韩国见面时, 他们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地位差距,于是事情变得复杂起来。 继承者们是一部,有着俗气故事情节和俗气对话的成人罗曼史, 是一种罪恶的快乐,以禁忌之爱和少女的苦恼比喻为特色, 让人逐渐忘了该剧恶俗的剧情。